新穷铁道 接下来要怎么抽卡最聪明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永远哥 董哥能不能隔一段时间放一下自己新铁的无科号的box 好做个低配的参考 关于新铁的抽卡规划视频也被吹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今天先聊聊这个话题吧 其实关于我的无科号不是说我不想公开什么的 只是单纯的最近实在太飞了 完了差不多三个多月吧 账号里面就多了一斤啊 就这个流银这一斤 真的就三个月一斤 我靠 连吃三四个160抽的大保底还是确实有 有一点伤的 再加上这个号不是开符号吗 少了八个月的体力和资源 所以卡是真的少 因为歪的不要不要的 所以中间按照正常来说 可以拿下的花火跟只根鸟也没拿下 有点烦啊 但是三路深渊导师一直都是满心的 还挺轻松的 关于新穷铁道的强度社区确实以来 我也一直听到有非常多的抱怨和愤怒 就单纯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 我自己玩一个无科号随便玩玩的都飞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自己看得到的过去几个月我不敢 更新自己的box 给大家看 只是单纯的太飞了 就多了一斤啊 就真的一斤 可但是即使如此 我还是蛮轻松的可以全部打满 但是其实也不是不能理解 因为我不能指望绝大部分的玩家游戏理解跟我一样好嘛 打顺君的时候能够选对正确的阵容 然后实战中也会注意到各种细节 确实这可能也是我的问题啊 仔细想想 我想大家各位生活中身边都有类似的事情 是不是 假如班里面一个学霸 他随便学学 他就能够上浙大上清华什么的 对吧 然后上数学课的时候发现全班都不会做 老师就点他名 他上来一下子做完了 然后还加一句简单的钥匙 但事实每个人的能力又是不一样的嘛 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有一次 我有一个同桌这样跟我抱怨说 我这样的话很打击他的信心 就他明明比我努力这么多 我还说这种话的话 就好像显得他很蠢那样 这个事情我还是印象蛮深刻的啊 不管什么游戏吧 你想要玩好 玩着玩着都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学习过程 那自然不同玩家对游戏难度的体感就会出现偏差 可是在我看来 新冲铁道作为一个游戏 他没这么复杂了 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不过是游戏而已 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放松一点 过度的强度焦虑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在白金回廊也有很多玩家 就我去搜的话也可以看到有些玩家 这次话连都不要了 十分的焦虑啊 这个其实我也不意外 因为科兴所有他这个深渊设计上肯定就是想要给大家一点焦虑感的 给一点强度上的焦虑 那为什么我玩白金回廊一点焦虑都没有呢 因为我那个深渊基本上就不打的 就是属于原的 拿少一点两历无所谓 因为对于有些游戏 我很明显还在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剧情写的好 我比较在意后续的发展会往哪个方向走 你像新铁和白金回廊每个月送个100多抽 打不满少个一两抽 就过度的焦虑 产生了过多的负面情绪 在网上到处乱喷 我看来是没啥必要的 以前我们都说原神打不打的满深渊是老玩家的尊严问题 那个时候我想会喷原神的人主要是他们的精力 基本上都集中在原神上面 对不对 在现在这个阶段行业游戏越来越多了 原神也已经失去统治力了 就我个人而言 我玩五到六个游戏的话 我是很难关注每个游戏的神员到底怎么设计 采用了什么思路的 这就像你如果同时跟十个人结婚的话 你很难所谓的去平等的爱每一个人 你平等的去爱每一个人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不在乎任何一个人 所以如果你还有很明确的强度焦虑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单纯的你游戏玩的太少罢了啊 出来外面走一走透透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 那如果你不想玩这么多游戏 你的精力全部集中在青春铁道身上的话 那我相信你游戏理解应该也不差 应该也同样不至于有强度焦虑啊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太关注那些东西啊 那个少那一两周真的没啥事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目前二次元手游圈子 就是中文二次元手游圈子啊 最缺乏的其实是游戏本身的内容的质量 说通俗一点就是剧情的质量 你像原神他深渊简单的要死啊 一点强度焦虑都没有啊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我问你 目前四点七四点八那些剧情 我不是这样比喻吗 有些游戏呢 就像是每天上班去打工日复一日 然后等待着远方的文案策划运使过来给你吃那样 那就没意思了呀 内容像游戏关键的重点还是内容的质量强度焦虑每个游戏都会搞的 手游都是这样赚钱的 看你能不能跳出那种思路而已 而且我自己在玩灵克号还飞成这个鸟样 我就特别能感受到兴冲点刀还是有明确的在坚守无科玩家 只要正常玩了一段时间有了资源的累积之后都能打过的这条线的 只不过你又要不磕金又要飞的跟狗一样 又不想动脑子又要自动过啊 又要享受到磕老的碾压感啊 没有 我就觉得可惜啊 可惜你不是皇帝的儿子 生活并不完美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 其次就是我最近看视频发现有很多玩家说什么 心穷铁道膨胀太快的其中一个证据就是流音把波提欧给爆了什么的 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很多没有抽波提欧的玩家在那里云嗨了啊 这波提欧没你们想的这么弱啊 这个对单的情况下一旦击破 他是对单的四五十万啊 轰一下四五十万 我其实对波提欧的强度还挺满意的 我比较不满意的是他们把这个强度放在一个男角色上面啊 这是真心话 而且波提欧越高配越强 他只不过更多的像是只跟鸟那样需要一点脑子来用的角色 有些特殊的机制在零体里面非常好用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有些玩家游戏理解太烂了 太稀烂了 所以抛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来说 心穷铁道的膨胀 其次就是有些玩家在动态下面说1.6出的银子在2.0就给黄泉爆了什么的 这个没有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这些人是坏还是单纯的蠢啊 1.5出的银子他会说成1.6 说错也就算了 2.1出的黄泉 他倒是往前说了 说是2.0出的 这些就算了 不管是1.5 1.6 2.0 2.1出的角色 这些都无所谓 但是事实上我也同意1.5抽银子确实不是一个聪明的决策 我其实在视频里面反复这样说 是谁推荐你们抽银子的 你们自己去冲他呀 我在那个时候可是极力的跟你们说 该抽哪些角色的啊 没办法的 我太懂数据了 一个角色的数值我随便算一算 稍稍实战一下 我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水平 你在1.5抽一个不如龙丹金流的角色 你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该抽什么角色 多看看我的建议 多听听我的建议不就完胜了 这么说来 我跟你们说一件搞笑的事情啊 就自从2.0之后不是一堆人说什么 银郎这里尴尬那里尴尬的吗 我那天是这样毁他们的 我说那些毁灭3c啊 在没有弱点环境的时候都是十几二十几三个加起来 使用率还不到60 2.0大版本有时候加起来还不如银郎一个人 结果现在最尴尬的是银郎 我不知道你们前面几个大版本抽了哪些宝贝儿现在不尴尬的啊 1.0时代啊 脑子灵光记忆力好的观众肯定记得 银郎跟卡夫卡逆风局我打的最多 现在看看到底是谁的游戏理解更好 哎呀真的 没办法 真的 哎呦我气死啊 有些弹幕真的要气死了 哎呦气没有用的 你越气我越输 拉黑曲观是你们解脱的唯一选择 真正好的游戏体解 他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这个人缺点不多 硬要说的话就是嘴跟下面一样硬 一样持久 并且最后一定爽 关于银制他不仅是那版本末的角色 而且他还是个致死 本身数值上肯定会偏向于保守一点 再加上他的命之座 我一眼不喜欢 我知道了很多玩家他想夸他一下事实嘛啊 就以银制作为参照线 对比起皇权的话 确实这个数值膨胀看起来是比较剧烈 也比较近 但是你其实仔细想想稍稍有点脑子也知道 皇权对标的应该是龙丹才对啊 一个大版本膨胀一次在我看来也还算是正常吧 而且现在你如果有恶命的龙丹的话 你说难打应该也不至于吧 就我单纯从龙血强度党的眼光去看待的话 辛雄铁道数值膨胀是可以接受的啊 哎 说白了 其实就像是明朝跟原神比流水 非要搞什么下等马比上等马 玩田击赛马是一个道理 是吧 他在1年选一个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软柿子 然后在2点0选个上等马 哎呀 这个膨胀简直不要脸啊 我觉得关键问题是有些热血强度党啊 他可能1点0抽个满命的警员啊 谁推荐你去抽满命警员的 你去冲谁啊 反正老观众肯定记得在那个时候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表达警员细而的命之座提升太小了 然后1点5的时候再抽个恶命的银子 然后可能他还抽了恶命的任之类的啊 那现在玩起来可能感觉对比新角色就特别的不爽啊 这个确实你其实每一次看类似的扁论好像他们举例 都是这些角色对不对 就确确实实的 如果你每一次都踩在错误的选择上的话 星雄铁道的膨胀你很容易感觉到剧烈啊 这个我建议你还是多参照我的建议以后 星铁的角色他已经做到尽量公平了 你比如说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波提欧总体的数值给的这么不错的啊 机制也还可以 他有推调吗 可玩性的很高 你如果论公平性的话 星铁已经比原神要强好几个档次了 说实话 这样说吧 原神是普通的角色大概是六七十分的样子 重点角色直接120分 星铁给我的感觉就是普通角色都是80分 重点角色给到95分的感觉 你说黄泉很强嘛 那波提欧翡翠飞消也不弱啊 真的 只要你对数值的游戏理解达到跟我一样档次 你绝对会觉得其实偏差不会那么的大的 如果你没达到我这水平你就听我的 所以抽卡这方面 如果你跟我一样飞到极致的话 又无科的话 你真的要好好参照一下我这个box 我目前这个账号接下来的规划就是这样的 我三个月只抽到一斤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我手上其实还有一些票子 接下来我会尝试花火飞消跟灵莎一起拿下 理论上按照期望是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其实前面也歪了一次了 又歪了一次啊 歪了机子 如果接下来这三个角色 我都是按照正常的期望概率的话是能够全部拿下的 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思路啊 首先我为了花火放弃焦丘 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不用解释 解释的也是废话 这不是废话吗 那肯定是花火优先的呀 其次目前我能够感受到就是 深渊策划在设计关卡的时候是有一点想要针对黄泉了 想要提醒大家应该给黄泉提配置了 你不管是抽黄泉的恶魂也好 还是给他抽新队友也好 焦丘是最适配黄泉的队友之一 可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我这个无科号 他只是单纯的冷血强度党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非陪着黄泉去打逆风局 听懂了吧 一个冷血的强度党 在这个时候不会想着去补强黄泉的阵容 补强他的阵容的金术了 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果断跳车 而相对的 如果你是黄泉珍爱党的话 那我跟你说 教球是很重要的一个队友 因为他基本上就在额头上面写的黄泉队友四个字 他比银狼更加适配黄泉 而且也不矛盾 反正也不矛盾 一个队单 一个队群 你最好两个都在队伍里面吗 你把佩拉踹了就是了 像我这个box这一次打末日 有一点不爽的地方就在于 由于黑天鹅他没有集火能力 没有变相集火能力 导致黄泉那一边打的相对比较慢 他总是刚好三个敌人 剩下一个被迫交大招浪费一次循环 你知道吧 这要是有银狼的话 可以集中性的稍稍给特定的敌人增加rdps的话 那么排轴就会好排多了啊 这一期黄泉打的难受 一方面是因为雷抗 另一方面是因为像我前面说的那样 有时候你剩下一个敌人或者剩下一点血 你就必须交大招 增加了额外回合 他卡了你练度 你知道吧 所以各位黄泉的真爱党们 接下来你们要么就给他补个队友 要么如果你有洁癖不想抽个男人进队伍里面的话 你就给黄泉补个恶魂 然后或者说给花火的配置也提高一点 反正变强的方式有很多 他不是一条路的 你如果是真爱党 那你就是真爱党 真爱党追强度肯定是没效率一点的 你肯定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攒资源走歪路的嘛 这个是很好理解的 对不对 你总不能对着强度主播BB说什么 我又不想抽你推荐的角色 但是我又要玩的爽 这就像是老师教你怎么学习 你说我才不要 我要每天睡觉 每天吃可乐 喝蛋糕 躺在空调坊里 上哈佛 送你去哈尔滨佛祖大学 念四年级你就老实了 教求我觉得是很优质的一张卡 你们可以结合自己的需求去抽啊 我估计他接下来表现会总体都是挺亮眼的 只不过我这个号实在是飞到刘亦飞都要叫我老公了 我连布隆尼亚都没歪出来啊 对这个号连300抽的常驻都还没到啊 你们就知道真的缺了很多很多资源 就导致了花火的优先级又更上一级了 教求可以结合box和XP考虑 毕竟你们绝大部分抽卡应该运气还是正常 但是我预测接下来若雷的环境会越来越少啊 黄泉会越打越费劲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 我德服克号会选择果断跳车往飞消身上跳啊 花火跟飞消很好理解 对不对啊 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零杀 零杀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如果继续这么飞的话 根本没资源抽零杀 然后就是等到零杀上线了 我们也知道下下个版本是什么角色了 万一下下个版本上就是个很角色呢 我可能也会马上跳车啊 这个其实是暂定的 主要是这个号你们也看到了限定生存 只有霍霍一个人有时候真的独目难知的 但是花火跟飞消是应该要抽的 这些就是我的抽卡归 规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其实你一直有看我视频参照我的抽卡规划的话 你玩起来绝对很轻松的 因为我这个号其实是太飞了啊 他抽卡飞杀生一物也飞 你比如说我这个五颗号的黄泉的面板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哎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作为对比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大号的黄泉的面板啊 这一对比 你们看懂了吧 你不要跟我说满蝶专五又多一点爆伤 那不重要 其实就是飞 所以你正常玩运气正常的话啊 你这个肯定玩的比我轻松很多才对的 正常人三个月三斤是完全没问题的 你这个流营应该是二加零才对的 是吧 那就用脚打了 反正如果你有认真看我的视频 多参照我的规划 这游戏其实挺无聊的啊 如果实在还打不过 那你就随便找个神员主播 扫个账号 他肯定打得过的啊 除非你完全烦卖我的抽卡规划 这不可能打不过的 我跟你说真正的强度主播有看我视频的 绝大部分其实是懂我说的东西的 你们没发现吗 强度圈的主播其实不太会找我开团的 对我说什么 他们肯定会犹豫的 就包括竞数圈的人 因为我说的东西 他们都 看得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偶然能够看到的 那些没事硬逼逼几句的就是纯粹土一乐的娱乐货色 那些生物自己肚子里面有多少墨水 自己心知露米 菜鸡甚至配不上我的回复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最后我也还是那句话 对于普通玩家 哎哪怕你抽卡没有参考我 不就是玩个游戏而已 放松一点 可能我现在心态也不一样了啊 因为原神他一直在整活嘛 整活的我觉得强度也没啥意义了 我已经开始反思一个游戏 如果他内容质量做的很差 那以强度到底有什么意义 做的再好又有什么意义 何况你做的还不好 转啊 开转啊 怎么不转啊 继续转啊 你的城南火龙王呢 怎么不出啊 继续出啊 第三次洗白呢 继续啊 我要看烟花呀 反过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的原神玩家还记得这么一句话 原神这个游戏太长草了 不玩深渊其实也没啥其他能玩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游戏它的内容质量高了 我们其实也不太会去关注强度的内容 说白了啊 就是以前原神的强度档太过于关注深渊的一个很大的借口 本身也是原神的强度档 当时其他的内容质量不太行啊 现在真的选择多了啊 我觉得在现在这种背景之下 太过于关注深渊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玩游戏的身心健康 少钻牛角尖啊 少玩贴吧 少到那些什么社区里面喷着喷那的 在强度方面也大可稍稍放下一点 有空不如多看看书运动运动 反正心胸铁刀的强度 我觉得你关注我就够了 后续我也会持续更新视频跟大家说说我的抽卡规划 帮助大家轻松的打过三路深渊 OK 今天视频我们就聊到这里 保持观众StayTune一键 上来观众频道 后续也会有更有安静量的游戏资讯